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来唱去都是拿几首歌 不一定 今天这首歌你都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只有徐老师听得懂 说实话 徐老师就说这件事 他们给我发一个视频 我觉得小题大做 什么史诗集对 甚至我没觉得我听 我就看字幕 我觉得就是你的说话不这么脏 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 说钢笔羊子什么意思 我真不知道钢笔羊子什么意思 是不是个特粗的话 因为除了这话之外 我没觉得有什么太脏 钢呢 钢呢 是讲啥 就是港啊 笔呢 是 是那个笔 笔羊子呢 就是那个笔羊的儿子 哦 那个是够脏的 对不对 我就听了他讲一句什么港驴 我就是他骂香港人 骂香港人 这个特别要曾经讲 这个特别要曾经讲 这是在上海非常常用的一句话 那驴呢 是男性生之气 港呢 是我们河北人的说法 港呢 他本来没有这个驴字 那是那个字是配上去的 本来人家是一个卵字 你阿诚的齐王看过吗 里面有个人物叫脚卵 对对对 这个卵呢 其实就是上海人 平常讲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字 哦 常出现的 也是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们中学小学的时候 这个人长脚啊 就叫他长脚卵 对不对 那么他也不觉得出口 他也会阴 就是说 但实际上就像 就像吊丝的这个字一样 实际上本来本意是出的 那这个港呢 本来也是傻的意思 就是上海人 讲人家傻瓜叫他港都嘛 就是这个港字 港都啊 叫傻瓜是港都啊 港英语 这个呢 就牵涉到1997的问题了 就上海人平常讲人 讲一个人 就叫傻瓜 叫港都 然后呢 但是那个时候 不叫港人治港吗 上海话一讲呢 就是港英治港 所以这个很政治不正确的 那我来以后 他说港人治港 我说香港人听到了 要气死了 所以这个港驴啊 在这里面两个字哈 是跟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是一点关系吗 其实就是傻的一个男学生的气 是这么一个字 多亏你这个上海人 跟我们解释 要不然我们不但犯了风华错误 还犯了政治错误 是吧 不然我们就抗议 我们就这个方言 就是引起很多笑话 但是在这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 明白的意义上 看看这个女的 算不算是败坏了上海人的 这个形象 因为这段视频现在传的全网 十十级 十十级的 你看看 你怎么这么一空呀 我能够吃好 能够吃好 能够吃好 啊 能够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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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吃 我能够吃 能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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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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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那这句到底是老上海话吗 想想我说还有个日本名 大爷杨紫义什么之类的 那到底是老上海话 还是新拍 是老上海话 完全看你处境的 用的另外一些处境的 它非常传承的 非常妙的 我跟你讲 有一次在北京参加一个 很高级的论坛 是那个新东方组织的 于敏鸿他们都在 还有教育部啊 北大的人 那中间有几个人呢 他讲话讲得很闷 也有点傻 结果呢我呢 不是约好的 正好一起跟陈丹青啊 一起到厕所里去 陈丹青青呢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呢 我们的意思 我跟他不太熟悉 那不太熟悉 很少讲话 跟他 然后呢 意思就是讲 那个台上的人有点傻 结果呢 我们对着那个小便池吧 陈丹青就跟我讲了 刚才这个两个 不过一下子 我跟他的距离就拉近了 我们就会心一笑 就是说 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个台上讲的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恶意 没有特别大意 但是有时候方言 真的是传诚 但是您的方言 这事吧 闹大了 闹大了 这个卢森堡 驻上海总领事馆 发表 就骂街事件 发表官方声明 我真是觉得小题大做呀 这就是 当然 当然可能有更深的含义吧 就是你看 卢森堡大公国 驻上海总领事馆 对中国网民 因此造成的情感伤害 表示深切遗憾 我们正在配合警方 和什么调查真相 然后呢 这个啊 他们只是就是 就感觉到非常遗憾 其实 要照我这种在野蛮社会下 从小长大的人 我觉得你们上海人 这点 你知道吗 后面还有一段 这一段比较文雅 后面有一段 骂的比较水平高 他主要是 你知道整个过程吗 家伙 他是个 就是挂着这个 卢森堡这个外交牌照的 这个车 里边有个外国人 人们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是 这个领事馆里的人 和这个女的 女的一直在骂 然后这个上海 这个男的一直在拍 最后旁边一个上海老汉 听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上海拍的这个人呢 反倒没敢 没敢怎么着 老汉下去 就又把这个女的揪出来 最后这个男 小伙子 外国家小伙子 他大概是要保护自己的 那个女朋友吧 女性朋友吧 上来 Don't touch my girlfriend 说不要碰我的女朋友 就 然后这个视频传出去 一开始呢 人们的主要集中在 这个女的身上 就说这个女的说话 怎么这么脏呢 说话这么难听啊 后来又有人牵扯到 就说是 我发现中国人民最会聊了 你知道吗 就是后来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 他挂的是这种外交牌照 于是大家又生发出来了 对于这些年 外国人在中国 也不靠谱的种种表现 就说出来了 甚至就是骂到了 就是说中国有些个人 奴言悲戚 对这个外国人 就奴言悲戚 连这个都嘛 那个我以前 不是最早研究的 一个作家 叫约达夫嘛 约达夫那个时候 都说他颓废 忧郁 感伤 但是没有一个字 叫郁闷的 郁闷原来是一个 最近年出现的新的词 所以我后来 最近才写书的时候 我就说 什么叫郁闷 郁闷就是 约达夫的苦闷 什么叫 约达夫的苦闷呢 它就两个点 一个是民族 一个是信 你看约达夫的小说就是 要么被外国人看不起 尤其是被日本人看不起 要么就是被女人看不起 女人不理他 所以我拟了一个书名 叫民族一点 信一点 郁闷 读起来叫民族性郁闷 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苦恼 一种叫忧国忧民 这是郁闷 不是 一种是信 就是在网上 你只要牵涉到民族 牵涉到信 就是热点 加在一起 就加倍热点 这次的事情再次验证了我这个观察 真的 如果只是两个上海人 或者跟一个外地人这么吵 这不会上升到这么多人看 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旁边看 他从正能量的角度来讲 你上次我们中华文明礼仪 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 这从正能量 负能量看 很多人就说 你这女的 你不是坐了一个男人 外国男人的坐司机的车吗 你神气什么 你是不是嗨了 什么什么 很多人从这个角度 然后把这个女的就骂成 你知道 哪个厂子来的 你装了什么东西 你这个这么兴奋 等等 很多出话就上去了 这个外国人虽然在里边只是一个旁观者 可是他却是整个这个新闻的主角 所以你要这么说 真正值得议论的是 关于这个新闻的议论 对 对吧 嘉辉 都看你评论 没有刚刚子东说的 这是大片里面的元素 任何的拍商业电影都要 好像配中药一样 对 要什么配什么 所以你刚说 一配到民族专严 对不对 要有个性别 还有个坐什么车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还骂我们香港人 以为骂我们香港人 你就骂 还有一条 各种元素 还有一条就是 全中国人民对上海人的这个愤怒跟歧视 这个又加在里面 有的人说上海人这个里面 哎呀 什么没种啊 要我怎么了 什么什么 所以这里面几个地域矛盾 而且还有一些上海话 因为假如这个场景 放在西安 或者说放在什么武汉 又可能不一样 因为上海嘛 魔都嘛 我们一直以来 香港跟上海最互相讨厌的 经常说什么双成绩 好像我们互相了解 喜欢对不起 互相瞧不起的 觉得你上海人的套路 我们香港也懂 你们倒过来看也是 香港人也是这种小眉小眼的 所以那个所有元素都在那边 很难不哄 这要是在西安武汉 那就不是上演脱口秀了 那就是肯定 全武汉 动作片了 那就动作片 而且你说这个 琢磨这上海 我还发现呢 这个问题是 也有人说 说这个男的 你老在那拍 好像也不太妥当 但是呢 这个男的后来啊 他发出一大片 就解释他的这个整个行为 我觉得这个解释啊 也很精彩 太精彩了 我就是说 他完全符合我作为北方人 过去多少年 对上海男人的印象 这个偏见 我觉得太生动了 你看他就有点讲的 他说 我为什么没有去打这个女的 我为什么没有 甚至他连恶言向向都没有 对对 他才说的是 你能能能开心就好 那就你开心就好 你骂我这么难听 你开心就好 你开心就好 他一直就这么讲 但实际呢 你看 他回家之后 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对吧 我为什么没有敢 然后呢 因为自己找出了很多理由 这个理由啊 完全符合我过去对上海人的偏见 你看他说 他首先 我当时想 我不想针对外国友人 对吧 考虑国际关系 对对对 所以视频里边吧 我把护A黑牌的领事馆车牌呢 还马赛克了 新德系 他说 这个 婆婆妈妈 对 他还很擅长理解老外 他说老外呢 其实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我觉得老外没有错 保护身边的女人 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 而且老外也保持着克制 你们看视频感觉得出来 我估计他回家 不定看了一夜几十遍 然后呢 就是说 事情的起因不说 反正这车碰车 就是这么个事 就大家互不相让 就一条路 对 你看 家伙你知道 我就是说 对于我自己 其实也不是真的怂 只是我觉得当时他不冷静 任何沟通都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我也担心 这个女的事后 会不会打击抱负呢 毕竟我的车上呢 还有我们工作室的logo 他也知道我住在哪里了 我跟他处于一个不对等的状态 除非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 除非我也可以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虽然吵架表现出我没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当时我的内心是不是极其活跃 说实在的 我甚至想到了 如果我打发展成了留学事件之后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样子 将将大家进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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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啊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怂啊 或者说呢是不爱惹事的 这个善良的人啊 可以去当作家 因为他肯定内心特丰富 在外边受了气啊 回家真是想个千百遍 我就跟你说 我发现这个很绝 你看这么一个这个男的 他还在他这个心里哈 这个女子他的脾气是真心暴 如果他男朋友知道 他在用上海话说什么 不知道还会不会保护他 万一有这个女子 某天遇到一个暴脾气的大汉 他会不会受伤害 你看他管的 他又是哪里来的底气 找个老外就很了不起吗 难道他觉得身边的男人 开的是领事馆的车子 天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动他了吗 这就是后来网民反应最激烈的 就这一点 然后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我一边在码字 又开始一边在蹬脚了 比方说 对于大叔我真的是佩服 也不是佩服他打架 我真心觉得他勇敢 感觉他就是正义的化身 虽然他喝了点酒 但是他的思维逻辑 还是很清晰的 也是女子先对他 骂骂咧咧说他管闲事的 不过这段我没有录到 希望大家不要怪他 我觉得一个 某一个上海男人的内心 我觉得展露的太生动了 我觉得他的内心 不需要后来看得那么清楚 当然后来可以看得更清楚 看那个视频 听他声音 那个语调 你一听的是典型 我们心中的上海 所谓的小男人的语调 龙开心就好 龙开心就好 你觉得好像故作斯文 故作文雅 很科质 可是也还是生气 可是又不敢太得罪那个女的 怕被打击报复 光从他的声音 一看就是上海 我反过来又说 咱必须说明那个两点 第一点 随着我后来认识人的开阔 我觉得上海人绝不都是这样 对吧 第二点 即便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不好吗 像我们有些这个山东爷们 东北爷们 打起来 你觉得这样就 当然好啊 就是有血性 没有 我说上海 我刚是说像上海人 所以值得我们肯定赞美 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 这个叫文明嘛 你干嘛要对这种人 跟他冲撞呢 假如是我 我马上下车跟他道歉 跟那个女的 大姐对不起 我赔钱嘛 那算了 对所以很好啊 这一点香港跟上海是相通的 所以我也觉得 香港跟上海有 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但是在这点上是 是不大一样的 香港跟上海的 最大的相通呢 就这个于秋一部写过篇文章 叫上海人嘛 他把上海人概括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关东沙子提 就关你什么事 就是 it's not your business 就不管旁人的事情 你也不要来管他的事情 这一点呢 我觉得上海人跟香港人 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也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自外于其他中国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因为他觉得中国大部分的人 是不把你当外人 所以上海人跟香港人 那个共同点 就是说 他我不占你的 你也别来弄我的 你隔壁做什么事情 你隔壁邻居 你三个四个女的进去 我也不管 我就是上海的朝阳群众 从来没有那么发达 这是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 就是说 他说他们算计的能量过剩 所以全算计在小地方 就是说 你在小地方 我另外一个说法 叫大于弱智 大于弱智 就是上海人 于就于举的例子 电车上你买票啊 你说到什么地方 一张票 说我买什么地方 旁边马上人说 你这样不合算 你应该转什么车 什么 一大群人帮你出主意 香港也是 你随便一个什么事情 你说买楼啊 或买房子什么 你只要跟旁边人一讲 旁边人马上跟你算 一大通的账 就觉得这是不应该 但是实际上呢 是非常吃亏的 因为他们这两个城市的人 根本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叫大于弱智 但是第三点 他觉得他们相通的地方 说他们 上海人是重视教育 广东人不是 我觉得这个看法错 但是有一点 就是很大的区别 就广东人血型 上海人妥协 上海人这个是典型的 两个人吵架 声音那么高 你来啊 我打算你啊 你来啊 你小心啊 你将来回去 但是从好的角度来讲呢 这叫君子动口不动手 对不对 你看这个吵架 这些骂人 避免了一场肢体冲突 对 而且还真的是 可能是到领事馆 涉外肢体冲突 这个很难堪的 如果 但是呢 从个人来讲 就造成了你刚才讲 回到家里 这个虽然在表面上 君子都不动手 回到家里 哎呀 这个肚子 难过啊 对 人毕竟是人啊 人毕竟是人啊 你受了气啊 你这边不出啊 你在那边就要出 能量守 可是假如说到 回到家里 虽然动气 你说于秋雨 我倒要搬出张爱玲啊 他那篇文章到底是上海人啊 他也是说了一大堆雷同鱼臭鱼 鱼臭鱼雷同他的话 那做到最后 张爱玲说 不管他怎么样 到最后怎么生气动气啊 到底是上海人嘛 他总能自己找到化解的方法 比方说喝杯茶也好 喝杯啤酒也好 开听个爵士乐也好 甚至看看股票 那个算算赚到了钱 他很快能够化解了 不像可能某些北方人啊 河北人徐家装人 越想越气 就拿个棍子回去找他算赚 上海人很容易自得其乐 跟香港人一起气气完 弄个幽默 我不太了解上海人啊 比方说香港人碰到这种情况啊 那到最后 总是就算去谈一件很激烈的事情呢 总要加一个小幽默 小讽刺 在里面抓一个 你们叫段子 我们叫搞gat 在里面找个梗出来 然后就把他花掉 这不太符合我对香港人的认知 我觉得香港人都是干柴烈火 在那边 台平天国的那种 问后你老母能连去问后半个小时 而且很容易打起来 其实 这个没有很容易打起来 你说的是你这个层次的香港人 我们看到新闻啊 看到所有的都 当然会有打架啊 你这么算是打架 香港人总是要在里面加一些 可能叫幽默 可能叫什么滑稽 挥谐的 就是好玩的事情 你看香港电影就知道了嘛 再怎么样的悲剧 什么不了情也好 无见到也好 总有个喜剧的角色 总有个香港人言说不起来 认真不及其他最后一个出气口 那也许是香港人做不到的都在电影上拍出来了 但是确实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问你啊 香港人过去是这个港英殖民地啊 香港人对外国人是什么感觉 你看他们叫拐楼 某种政治正确的来讲 香港人对外国人的一些称呼 是歧视的 是吧 拐楼 但是我觉得很难说歧视了 那是过香港广州粤语里面那种生猛 因为他叫起来不是充满仇恨啊 不是说洋鬼子 不是啊 阿高拐楼 就是那个甚至好像 他内心深处 有没有跟英国人的这种隔阂感 就是说华语之变呢 就是我是广东的吧 或者中国的 你是老外 区别感是一定有的 你是老外 甚至是地位比较高的 就像到我这个年代 这个年龄啊 有时候开车在路上 到了今天了 已经回归了20年了 走在路上 看到有些白人洋人啊 在做比较基层的工作 不晓得为什么 见过几次 我都觉得看不顺眼 我从小的印象 白人都应该穿着西装 走在中环的 怎么会 好像在旁边做尼工 当然很多南亚裔的 东南亚来 就是说心中还是觉得有个区别 有个他们应该比较讲权的 比较富有的 可是那个没有仇恨感 就算以前在居民地长大 我们受压迫的 我问你 他们就是你们觉不觉得 就是说外国人好像代表着素养比较好 比较有有修养 比较有礼貌 代表着这些好的素质 是 我是觉得所有华人心中都有这个想法 可是香港人当有这种觉得呢 他不会仇恨 不会反讽 是真的全心全意 觉得他们某个部分 好像走在前面 我们应该学习 那我觉得呢 不管在台湾还是什么地方 好多华人都会同意的 可是呢 那个反应就是会仇恨对方 你以为你这样又什么了不起 你以为你真的文明吗 这样子 香港人没有这个部分 所以我就要给你提供反例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家辉 你说 就说我们读这个男的写的 你说这男的看了会自杀 我跟你说啊 这恰恰不是这样 否则他不会自己具体迷移的 自己写出来发网上 我跟你说 这就是上海人的另一方面 很有意思 他呢 自得于自己的这个计算 你比如说 你看北方老板和上海 我都接触过 我发现很有意思 你看我们北方的这个 来了 他是说这东西怎么着 贵吧 十万 哥们就买了 是吧 真是 就怕他不贵 就是说这房子 多少多少 一千万 现金买的 北方吹牛 吹这个牛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 我的上海人家里呢 他是啊 吹这个价廉物美的牛 说你看这个房子 别人买呢 是五千万 对对对对对 我怎么怎么弄了一下 我四千五百万就拿到手了 你看他 他自得的是 他的这个算计 对 你坐出租车最明显 你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 他跟你讲政治 他跟你讲正能量 当然最后还是 带你绕了点路 对不对 带一点都不在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你看 他一定显得比你聪明 你无论问什么东西 你赚多少钱 现在工作怎么样 社会怎么样 他一定教你一套 他觉得很聪明的道理 对对对 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就他洋洋得意于 自己的这套聪明 他他非常自得其乐的 做奴隶 就是陆俊讲的 就做安稳了奴隶的 这种心态 上海是吧 对上海人 我觉得上海坐出租车 觉得那个师傅很烦 因为北京的大爷嘛 他都要嘛就骂我 要嘛就说听不懂我讲什么 那上海呢 好像总队 特别知道我们香港来的 就很好奇 就是问长问短的 那算了 我都答他 问题是 我回答完他之后 他就批判我 总是觉得 他总而显得比你高 这个是精病 那个出租车司机 对不对 你去显得比个人高干什么的 对不对 所以他也并不能说 是唯利是图 他没得到力 对他的存在感 但是他绕路啊 骗钱的几率 比别的司机还小 比别的地方 是 所以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实际他也活他的优越感 对 你明白吗 对对对 我们不只以为他是计算机器 但是实际他也要求灵魂的满足 弱势群体的优越感 非常值得研究 这是不是当年多少年 殖民地租借这个洋奴的遗传 而且后来不断的发展 上海的哎呀 这个话我不说了 但是你要这么说 杜月笙当年青红帮 那最后也是杀人不眨眼 那也是上海人 对 但是他们是上海的少数人 我们现在这些 这些搞鱼搞鱼的 那是下面比较 市民间 而且你看是杀谁 可是话说回来 我还是担心这个难 万一他老婆不是上海 我为他感到羞慧 就是一个女生这样 有个琵琶将啊 基本上 没有白痴 是的 都全部说 ministers 这非常难纳 应该